接下來第三關 這次要先記著喔 因為哪會用到 第三關 拿出12個下很長 如果已經做好 我們給大家五分鐘搭這個 搭完以後我們助教 所有人就停 然後就要開始量囉 來 75分鐘 說小廚房請待會要回報 每一組會有四個作劇 所以要 幫我這樣做這個 就是 就是這樣 不要用太多 一邊四邊有什麼 一邊四邊有什麼 白老師 對 所以我把他往外移 然後變成十九 喔你推我耶 哎唷我 喔 你看我十九耶 你不來就在這裏 你不來就在這裏 你十六 啊 看我十九耶 十九 六層樓 加油 兩分鐘 六層樓 爸爸 爸爸要六層樓 十六點樓 十六點樓可以再一寫 十六點樓可以再一寫 十六點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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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出四個來 對對對 十九 非常厲害 十八點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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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没有人记得是什么 压住 四层楼压住很重要 来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统计完 来 第六组的一个星星了 下扣 你懂吗 好的 快快 先把它开掉 我们回来开一下统计 来吧 我待会我会问一个问题 我先说 看起来这个结构蛮厉害的 对不对 有多厉害呢 你看 这也是西元 DC就是西元前 1300年 在希腊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阿特雷斯堡库 它其实是一个死人住的地方 好 这是它的截变什么 这个细节的话 看是不是很下像 这些东西如果你们有效的话 稍微可以看 这是它的截居的入口 你会发现这边这个门 跟你刚别的东西很像 好像喔 有没有 有没有 是不是很像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里面 你进到墓穴里面的样子 就是这么大 我们刚刚不知道叠叠叠叠叠叠叠 如果把它转360度 可以叠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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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進來以後進到這個墓穴裡 可以怎樣 其實我們就這樣 好 這就是我要問你的問題了 因為我發現你這樣疊疊疊疊疊 疊出一個門了 我們剛剛不是有梁 有住 然後我們做了一個結構有橋 假如假如我現在要蓋房子 我是不是要親親親一座牆 我親完一座牆以後我是不是進不去 所以我這個牆一定要有一個門 對不對 那我如果用像磚頭這樣親親親親親一個 我這個門有什麼缺點 我們剛剛姐姐疊那個 如果你要把它疊很高 掉下來 很容易撈 那又什麼呢 看一下 幫老師看一下左邊跟右邊哪裡不一樣 先仔細看左邊跟右邊哪裡不一樣 哪一個比較像你剛剛疊的 右邊比較像對不對 它感覺很平的 crunch 疊上去對不對 好平的這樣疊的缺點是什麼 看一下 你看 當我這樣疊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不是很佔空間 所以如果是浩克要进去 是不是就会卡门 这样知道的意思 可是世界上又没有浩克 可是有长得很像浩克 可以介绍女人 来 这两个呢 告诉大家在建筑上的差不多 这个叫真的拱 这个叫做蝶色拱 我们刚做的所有东西都叫蝶色 这叫蝶色拱 比较真的拱 从真的拱出发以后 你看这个是不是你刚刚做的那一种 那你是不是嫌这个门窄窄的 浩克就卡住了 那你可以怎么办 下面加这个木条 或者是另外不同形状的石头 把它撑起来 对不对 撑起来你门就可以变得比较大 然后再演化是不是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以后 是不是比较像你左边的这个 好那我们要往下走咯 你知道是在哪 在西班牙 而且这是1800年前做的东西 真是很厉害 它叫恶魔之桥 你看它有多大 它长800米 然后这样子的 一个一个的拱形的这个门 有119个 然后每一个拱形 原来它是由0.6米 就60公分层60公分层 120公分的石头堆起来 哦 有没有小朋友要猜一下 这个桥是拿来干嘛的 说 水道 对 就是水道 你这么厉害 你那就是建筑世家 对不对 你也会对不对 好 它是拿来运水的 把水运到城市里头 可是运水的桥为什么要叫恶魔之桥 然后我讲一下 这个派一个小故事 因为第一座是有个恶魔 然后他想取那个村子里头 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然后这个村人就说 如果你那个 你一夜之间可以盖好这座桥的话 这个小女生就 这个女孩子就可以这样子 然后他就 盖 然后最后你吃他成功了 没有 天亮之前他插一块砖 所以最后没有取到那个女孩子 可是 这个故事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座桥真的是 恶魔之桥 因为太厉害了 太伟大了 所以 几乎是人造不出来的 一座桥 所以我们叫做恶魔之桥 好恶魔之桥 有机会去西班牙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夜景好不好 夜景也很漂亮 看你这样 哦 亮亮哦 但是因为我们在上建筑 我们看一下他的细腹结构 诶 有没有发现他这个做法是不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这边有撑住 我一点点水 好好好 来 这边是不是有别的石头来压他 这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他把这边的形状改变了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是真的拱 我们再看哦 拱你在不断演技 你可以有像这样尖尖的上面有个点 然后你有半圆形的 或者是弧形的 或者是像这样子的 或者是像这样的 叠叠叠叠上去 这个是一个拱 拱门你把它往前长 就可以长出一个走道 这叫做球顶 OK 长出这个走道之后 如果你是360度环绕 就可以长出一个圆顶 所以长出来的顶都不一样哦 这次石头堆出来 还是请大家玩一玩而已 你有戏剧的话 可以上YouTube去找这个人叫做 Gravity Meditation 它有非常多好玩的东西在上面 但是呢 进到圆顶这些了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你刚刚看到那个体现现场哦 你刚刚看到这个结构是不是很像 我现在要堆了这个东西 希望我 然后等现场一下 好 你看哦 这边有一片长这样 这边有一片长这样 然后就说 我这个 我这么简单 好 这大概乘表多少的重量 大家知道多少 500 700 700 我确定 200 200 400 700 看起来难为 对不对 然后大家就会说 老师你对这个没有意思 好啦 你写的书就买了 好 来对 好 可是 小缺点 哦 这个很不像圆形啊 不漂亮啊 有啊 很漂亮啊 哈哈哈 这个很坚强的 所以这个 你要让它变得比较静一点 切小块嘛 对 切小块 切小块 就可以让它变得更远一点 对 就比较像刚刚那座桥 我就是会倒下来的 对不对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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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看你是在盖桥的时候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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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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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的小朋友 甚至大朋友都有個心願 疊原文書是吧 啟發本 又怎樣 本三公斤 等過二十幾公斤 我們這邊隨便幾個小朋友都超過二十幾公斤 主要是你們兩個二十幾公斤 那怎麼辦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今天真的有機會做一座 這個叫圓拱 這個拱 那這個拱上面他又強到他可以站著人 哇 這是應該是可虧吧 我從頭到尾文綜綿椒 沒有 有沒有用釘子 沒有 有沒有用卡榫 沒有耶 跟紅橋不一樣 我們沒有用卡榫耶 所以現在永漢哥哥要造一座拱橋 給我們看 所以我們現在直接參現場 打架子拿掉啊 我以為妳要問我有什麼醫院交代 哈哈哈哈 怎麼老師把架子打掉 什麼老師把架子打掉 全拿了 你OK 噤 唉呦 噤 唉呦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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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老師為什麼不能把燉開的 她們會相當開始 要不要回來 你知道嗎 有一座建築物它盤踞了世界上最大的園頂建築這個寶座 1700點之久 這個東西在羅馬萬田店 不是羅馬經濟財 萬田店 它有一個園頂 你知道嗎 有一個園頂 我要講故事喔 想看的地方講故事 現在這個園頂有多大呢 43.4米直徑 高度也是43.4米 所以 欸 對不起 這有一個錯錯錯錯錯的 因為它是整個是半圓 欸 沒錯 沒錯 所以應該是半徑 OK 然後1700年以後 一直到鐵的底架結構 這種設計出來以後 寶座才讓人來 OK 那它在羅馬 很不起眼的一個小廣場 然後很難找 所以當初我們去的時候 OK 就是花了一些時間找到它 它有一個特色 你沒有看到它這邊開了一個天空 什麼 那是誰啊? 那是誰啊? 它沒有開這個地arn很大 商人是一千萬 不是錢啦 它有多大 實際接近九公尺 九公尺有多長 大概从这边 到那个 郑林格格 再过去吧 肯定要到墙壁那边 开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洞 然后这整个圆顶 没有用任何一个柱子把它撑住 完全没有用柱子撑 很厉害 你想想看 那个圆顶 那些石头跟水泥加起来就有多不重 然后你完全没有任何结构拔成 更厉害的点是 你看他开了这个洞以后 这个投影下来的这个光 是不是会随着时间就这样子跑 有啊 所以你知道有人就坐在这个 这个外神殿里头 他可以坐一整天 就看着这个光照好 看出来的质感漂亮 就是我啊 这样的投照好 中卫 然后我要跟大家讲 万神殿里头一个小故事 知道这个字里面埋了很多死人 他同时也是一些 一些人埋葬的地方 就是他的棺墓 所以你看这些人在看的这座棺墓 你现在在看的是谁 发老王 发老王不喜欢住圆圆的 他很喜欢住检杰 还有人 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 茶文 茶文 没有那么有 我们的公布答案好 拉伯尔 蛤 你真的不知道欸 猜到的还是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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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然后这是他的官 就是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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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下次记得去看 换神殿的时候 有很多死阿妹 对 其实我有一个生阿妹 再来这座 在文艺复兴 伯罗罗斯 圣伯百花大教堂 这座教堂很厉害 怎么厉害吧 我们刚看到的这个 这个万神殿是圆圆的这颗球 他的屋顶这么大 这么大 那刚刚那座圣伯百花大教堂 屋顶这么高 这么大 他大到 你知道他的屋顶因为太重太大 怎么办呢 做成两层 屋顶是两层 然后有多厚 我如果没有记错 有九公尺 屋顶的那个壳的厚度 只有八九公尺 你不知道吗 好 然后他更厉害的点是 你如果要进到里面 这个就是你可以爬一个很窄的楼梯 屋顶不是两层吗 所以他里面有缝 你要到上面看他的 那个穹顶的那个彩绘 上面是最后的屋顶非常有名 如果你要上去看那个的话 你就要走这个窄窄的楼梯 走到最后有多窄 因为你到越上面就越窄 就一个人 一个人然后又抖 这样走 走上去 好 所以 所以 有没有去过 有没有去过 里面是我啦 因为我们路过这个东西 不知道这东西 这东西到底有什么作用 所以提供参与 让大家参考一下 然后我在整理这次的照片的时候 找出这样照片就觉得 诶 我怎么穿着一副 外星人的样子 然后搭这个锯子 把它拿出来 好啦我们要进到最后 这拱条都听过了 就是刚刚那个 巨大拱条啦 然后我们要进到最后一个 不好意思 已经超过时间 最后一个主题叫 利巴斯结构 这张图 有没有看到 最左边是什么 卡朗王寸的叫做 爱马去鞋 金字塔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 爱马去鞋 哎呀 有没有看到101在哪里 有 在这里对不对 那这座是什么 对 什么塔 哦就是 对在杜拜 现在杜拜 哦好有钱哦 那个 我越盖越高 这一栋好 两个人的声 春之心 对 还 911之 好啦 我们回来 这是我们的主角 来看一下 Avery的鞋塔是什么时候盖的 我们的鞋塔 一文字 一文字太太重年 很好 因为答案就在上面 对 那Avery的鞋塔是 既然叫鞋塔 所以是 鞋做的 鞋做的 鞋很重还是很紧 很重 很重 对不对 所以很重的东西 你又要盖到很高 是不是很困难 因为你盖到一半就垮下来 因为它太重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用最简单的结构 来盖 Avery的鞋塔 最简单 但是它 应该说 它的结构力足够支撑它 可以长这么高 可是它的材料最紧减 你用它的材料最少 又可以形成一个稳固的结构 就叫你把结构 刚刚不是有人比较适合当设计师 有些人比较适合当工程师 我这边做一个最后的小故事来结尾 然后我们就进行最后一个体验活动 你们知道 想到法国 巴黎 你会想到Avery的鞋塔 想到纽约 你会想到什么 纽约 自由女神想 我跟你们讲 自由女神想的工程师 跟爱菲尔鞋塔的工程师 是同一个人 出到这件事情的主持人 哇很棒 我跟大家讲的故事在这边 自由女神想设计的时候 这个艺术家 我是设计的人 他不是要举头把吗 他就说 根据本人的美感 这个头把你举出来的手 应该是长成这样子 这样子 上面 对不起 他说因为美感的关系 我应该要长成这样 但是原来的设计应该要长这样 我们知道力学结构上 你长这样子是比较坚固 比较强的 但是设计说这样不好看 所以我要再往外衍生一点 结果本来这个设计师 他设计这个自由女神像的时候 他希望可以像爱琪金子塔一样 可以长长久久几千年 没想到一百年就要修了 修了的原因就是这个 因为你群美感 你舍 省气了 你放弃了结构强度 所以你这个主要把这个手 出去了一点点 出去了多少 有没有看到虚线跟那个实现 就那样 一百年之后 只有女神像就维修了 好 在结束前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 来 我们要做一个立大式结构 怎么做呢 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棒 这个棒只可以吸铁球 这也是我们最后一个比赛 所以大家加油 下一个比赛 好 我随便做好了 我要架 我要架一座塔 我的目标非常明确 多明确 我要架到最高 用这些有限的材料 架的最高的人 不好意思 这样找到 我跟你说 最高 最高 那我就这样子 然后 这样子 然后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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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有结构 干嘛 干嘛 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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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架一个 比赛看 我现在随便架 我不是以最高的目标 然后 然后 帮忙 这里 好 你有没有发现 我只有用 我只有用棒 然后 所有的地方把它接起来 这样的结构就是第八次 它的好处是 就是 你如果是这样子实力 这样子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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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简直 这样推他 可是如果你这样实力 马上就会垮掉 我们待会会试给大家看 我们待会会试给大家看 好 是不是 感觉到我们现在不是以高领 好 所以 这个就是待会会非常混乱的场景 通通先发下去 把大家的切割天都放进来 然后 过完最后这个示范以后 大家再开始动 那个 材料先不要打 好 所有的 就是 怕他要乱举 所以就好 你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结构 他是不是很快 你看我刚刚跟永安格 我就继继继继继 就打起来 对不对 他的快速是什么 我们说 你如果是这样 从这个方向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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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OK 对不对 从这个方向实力 然后从这个方向偏他 都OK 可是 如果是特效 就 翻来 你要不要看一下他怎么翻来 我们抽掉一根棒 看他会怎样 好吧 最底下倒 随便抽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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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底部 整个就淌 我只抽掉一根棒 整个就淌 OK 所以 可以体会刚刚刚教授这样 这样子压 OK 这样拉 OK 可是你从这边 实力 就再见 好 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这是你们拿今天礼物的 最重要的机会 你们现在可以开始搭一座塔上来 等你确定你搭好了之后 我们就会去聊你塔的高度 决定冠处是谁 好 然后再来 好 那我会去 那我会去 那有球球 都会去 那有球球 都会去 那有球球 大家应该坐会不停小 因为三角形比较稳 还是方前脑比较稳 下面應該一張 再往上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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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還有五種種 有很多東西 那一手卡上去 這樣卡上去 好 等一下 要這麼高 不行啊 這樣子會卡 那一放他就卡上去 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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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要一根就可以 再來一根就可以了 然後上面是可以講的 現在這個已經好味了耶 對 我們這邊可以打 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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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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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所有的材料 要高 到最後 要高 一個最高 要高 要高 行星 一個 六角形 六角形 要上 這樣就是這樣 過不去 過不去 等下就加情結構 可以喔 來 這是寫成 急削的 沒有很穩 不要太倒 靠近 通常要給他量這斜的 就黏不大 用方形 就再來一個 全面 可以在家裡 還是兩個 我們需要三根 我們還需要一根 要不然我們先用小塔再變高塔 這樣不是差不多 可以可不可以把底肌踩掉 底肌喔 不要打分數了啦 這一個可以 可以可以 等一下 這一個可以嗎 OK啊 你先把他 讓我們先把他紅包掉 用比較小的先打開 不要動他就可以了 不要動他 等一下 那下面底肌肤 不要動他 不要動他 等一下 這個東西 好 要兩個嗎 這家要粉碎 要粉碎 那沒關係 如果這個有空就消失了 這個讓你不要拆掉 不要拆掉 不要拆掉 哇 這個小便 有 那個小便 這個最像 這個地方 這個很像 這個很像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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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 放開放開放開 來趕快我要兩囉 最後一分鐘囉 好好好 棒棒棒棒 沒有了 啊我知道 還有一個最初 欸等一下等一下 來 繼續囉 欸搞不好可以喔 這個 過來 喔 真穩 等一下 這個也是 誰都 下面都不要再動囉 加油 加油 沒關係 這個當然沒用 好 兩了 好啊兩了嗎 聽一下誰組 看下誰組在幹嘛 為什麼可以繼續 這三根可以拆掉 這三根 這三根 這個 拆到三根 這一根拆掉 這一根拆掉 不要動 這一根不能拆 這根不能拆 這根不能拆 最外面兩個拆掉 這根不能拆 就urun 爸爸你去 Xiaomi 這ニ CAD 妳看起來都想回家 你會覺得 今天的整個活動 如果没有这些教具的补助 你就会很没有冰 因为你就没有手感 然后所有的这些教具 做起来是不是很能让你学习到 建筑里面的科学 它所需要用到的力学的架构 原理的等等 所以这整件事情 其实我们真正要感谢 感谢状上面的人 所以我们把这个人做出来 我们来谢谢大家好不好 好 那你们猜是谁 永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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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永汉哥 来永汉请出列 谢谢 所以我们今天的感谢状会 颁给这场加油队局广场 真正的幕后工程 就是温永汉 我们的培训讲师 所以未来永汉哥上课的时候 你们要打电话哦 OK 好来 借你们的手 谢谢 他不知道有这个假话 拜 谢谢大家